第五線譜 好,又來到我們的Sight Reading Vlog 現在就講解一下五線譜 如果對於完全沒有學習過五線譜的人 就會有很多疑惑 因為五線譜是真的學過的才會看得明白 而且很多人都會怕五線譜 這個Vlog拍攝的目的主要是令大家不用怕五線譜 很多時候我們的最大的敵人 就不是五線譜 而是我們很心急 所以經常會錯過很多東西 所以希望下面有一條Leg 就會有一個空白的五線譜 希望大家下載後再印刷出來 就會看我的時候更加理解 大家要知道Middle C在哪 Middle C在哪 這是一個永恆的定律 那怎樣找出來呢 大家可以看到兩個三個 在一部琴的正中間有兩個黑鍵 正中間 只有兩個黑鍵 最特別是中間 左手邊那個 就是C Major 就是C Key 當大家知道C Key的時候 你的五線譜在哪 沒錯 就是那裡 你可以看到五線譜 你看到五線譜 你看到是橫線 還有一粒在上面 那一粒就是C 你看到它 你按它 OK 另外需要介紹四粒的音符 在五線譜上面 我們有分兩種狀態 第一 就是那粒 那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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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On the Line 或是On the Space On the Line 就是在線上 你看到 中間的Middle C 如果高音譜的寫法 是在線上 對 有四粒 要另外介紹 這個就是一個很特別的 技法 相信可能有些老師都會使用 每一粒都on the space 五線譜上面有四個space 一二三四四個 那四粒在哪四粒呢? 那四粒有些人問 怎樣記啊 當然卡拉卡拉 由這裡開始 C D E F F G A BC DE 即是F A C E 即是你的臉 那怎樣記呢? 死記的 這是MIDO C 然後記些四粒 MIDO C也要記一下 當你知道這堆東西的時候 其實Grade 1的Site Reading 都不會有很多的變化 所以只記MIDO C B和這四粒 其他可以用你的推論推出來 即是你可以看到 在五線譜的space 第一個space就是F 如果你看到space上面on the line的粒 其實就是G 加一粒就是A 就是on the space 那就是face的其中一元 那就是C 很多人都會混淆了MIDO C 和C 一個是on the line 一個是on the space F A C E 永恆記住這個 當你完全沒有頭緒 找不到那粒音的時候 F A C E 原來這粒在兩個space的中間 即是D 這個是死記的 沒錯,是死記的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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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